剛才來到葉牧師和我祈禱的時候 第一次我覺得自己和我祈禱的時候 我就是這樣搖動的身體 還有不知道為什麼會哭 但是很感動的 但是第一次的時候就有感覺 但是就不是說真的去到這麼大的 然後到第二次 葉牧師帶領我們唱完歌 讚美神之後 然後再走前來這裡討好的時候 那時候就大一點了 那個感覺 很感謝主耶穌給我 很感謝神 因為剛才葉牧師和我討好的時候 我覺得很舒服 我一直和我討好 然後不知為什麼很想躺下 其實以前我很抗拒 很害怕的 不太喜歡這種感覺 但是剛才我OK 我又覺得很舒服 還有呢 很奇妙 我有畫面的 就是我一躺下 是去到一個青草地上 好像聖經有一個 有一個青草地上 安揭的水邊 我就是在那個水邊 河流邊 然後有一棵大樹 我穿著這套衣服 躺下了 然後主耶穌就在我旁邊 穿著白色衣服 看到整個樣子 然後 他跟我說了幾句 很重要 叫我 但我又好像不太記得 他 很記得 總之就是安慰我 然後就握著我的手 然後就 跟我說 叫我要緊握他的手 不要放手 應該是這樣 大概我還是繼續躺在那裡 然後很舒服 他舒服 主耶穌就在我旁邊 那我的畫面 就很真實 很真實的 很真實的畫面 很真實的畫面 就是異象 你是不是覺得 好像有手握著你的感覺 有的 我剛才的感覺很真實 感謝主 而且 第一次你和我討過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 一般舒服 心 就是我的心 也會 這個就是在釋放著 就是有些事情需要釋放 而且之前有個使館 和我討過的時候 我都覺得 一般舒服 就是耳朵也不太舒服 因為有些事情釋放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 就很舒服 很想躺下 去討告真的很好 我也有 多謝主耶穌 還有讚美 感謝 還有 多謝主耶穌 你很愛我 我覺得主耶穌也很愛我 也很愛大家 我是 很開心 我這樣說 太動物 你很愛我 你會不會 很多 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